耶 今天要带芒果去逛IPEA 走了 先去逛街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芒果这一家 这位是芒果 这个是芒果的姐姐Yumi 我是雪莉 贝亚帅妹妹来逛IKEA IKEA现在也是宠物友善空间 只要进去IKEA前 让毛宝贝全程都乖乖待在宠物箱里 就是可爱又默默的脸 耳朵全身都避免露出 就可以带着自己心爱的毛小孩一起逛IKEA咯 我收拾区域 感觉都不错 想说逛完再来买东西 一楼有大论发的仙食集 还有集结熟食烘焙神仙超市及复合式餐厅 基于食品安全与卫生考量 超市与餐厅都禁止宠物进入喔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能进去逛咯 一楼有IKEA的美食小站 想说等一下买一只来吃吃看 可以买乳酪口味 可以买乳酪口味啊 或者是 它是不是还有别的口味 IKEA内湖店于2021年4月28日全新开幕 因为疫情关系 我们拖人一年多才来朝圣 今天带着第一次来逛IKEA的柴犬芒果妹妹 来看看全新的IKEA有什么不一样 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GoGo 这个我们以前有买过 这个还蛮好装 只是不喜欢这种 这个就会有点在位置 喔是两条49 也蛮划算的 有羊虫屋的可以买这个 超级划算 买一个 它旁边还有卖乳酪 IKEA内湖店的面积很大 走面积有6200公里 是以前敦北店的两倍大 位在原本的内湖大轮罚一店 三立店四台对面 地址是台北市内湖区 旧中路一段128号 自行开车、起车 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都可以到达 我喜欢这种十手抄是这么大的 而且它的台面高度刚刚刚 这种高度比较适合 不然以前的那种高度都比较矮 你就要弯腰座 这个好像很高 这个好像很高 这个是1449 这个台面就还蛮大的 而且你看 它这里又附这个 它有流线 对啊 这样线就可以走这边 台面上就不会觉得乱走 这个椅子是3999 可是它没有很好坐 没有很好吃 我觉得有点贴 是 那这32 这绿色沙发看起来也蛮漂亮 这沙发12900欸 好不好 算 没想到这个鞋柜可以收纳的量 算蛮多的 这又是另外一间 挑平日来逛IKEA真是不错的选择 可以错开假日拥挤的人潮 悠闲自在的拖着妹妹的南瓜车逛IKEA卖场 也不会卡卡的 因为新的IKEA内湖店 动线规划很流畅 走道也很宽敞 推着婴儿车或宠物车通行都很方便 鞋带 这把蛮划算的 我蛮推荐IKEA的六项插座两件组319元 有六个插孔不会因为用酒松脱 居家或工作使用都很方便 这柜子看起来也不错 白色搭配原木色的边框 简约又耐看 这个感觉蛮稳的 这是小朋友的房间吧 啊我上次就是买了这个 这是手机平板的价值39元 可是我最后把它丢掉了 这是之前梅雨季一直下雨太潮湿 这个好容易发霉 这个好容易发霉 之前想买这个柜子 这是什么 太有交感 怎么那么特别这样卖这个东西 所以这高度比较刚好 可是这个还蛮淡位置的 这个要家里够大才可以吧 这个手机价29元 原价要149元 原价也太贵了 可是它这个是两个卡在一起 看起来材质也是薄薄的 这个值得购买吗 看到以前买的剪刀 这个超难用 根本剪不动 它很便宜 可是真的不推 看起来 眼 Hua 电号是谁 中放进宗房室 超级大 排師並預先 這網袋看起來很慌爆 一個99 兩個179 一個19元 淺色是S 深色是淡 有新典的灰車 很不錯 這裡還有一個小檯店可以做自己的紙 你看縫紉機還可以放這裡 你看我們的縫紉機都不知道常去哪裡 你看你那些布你就是可以這樣子收 其實我都看不到的東西 巴黎鐵塔 好想再去喔 這一個才49 彩色玩具球 一個只要49元 可以藉由玩遊戲有助於發展寶寶的感覺能力 也很適合給家裡的毛小孩玩丟丟遊戲喔 每次回去點內喔 三樓逛完前往二樓 水杯有藍色粉色一個39元 砧板二件煮129元 這次又來回購了 這個鍋子好可愛喔 你要煮自己的份就可以 可是如果你要一次煮一家人的份是沒辦法 好可愛喔 妹妹是做很久 好我們逛快一點 這個好大的兩杯喔 桌用土成盤 這個其實也可以放桌面上 這特價69元 像這樣還蠻大便的耶 相當太多 10公斤 10公斤 這才59公斤欸 怎麼那麼便宜 10公斤 來到寵物區了 就只有這小小一區 賣的商品品項沒有很多 這個是狗窩要1499 摸起來蠻紮實的 保暖材質適合冬天給狗狗睡 這裡還有賣狗籠 但材質摸起來感覺還好 要賣899 寵物反光背帶特價是救援 可惜Size太小 沒辦法買給9公斤的妹妹使用 只有小型犬才能買 不然這價格真的很便宜欸 寵物的食盆特價29 可以裝食物給狗狗貓貓吃 攜帶出門也很方便 還有不鏽鋼的食盆 有大小兩個Size 還有不鏽鋼的 都是香香的 都是香香的 超級貓咪 超級貓咪 蠟燭類的選擇 性真的比較少 預先都比較多 超便宜的欸 這個出裝蠟燭它非常特價39 這麼大一隻39 這個比較小的是29 原本要129 需要蠟燭的可以來買 最後來到超普區 想要買的大型家具都在這邊 結帳前期的先買喔 結帳前還有一隻同伴好物 可以做最後超賣 IKEA內湖店設有自動結帳柜檯 我們選擇一般結帳柜檯 星期一到五來到IKEA內湖店 消費有不一樣的優惠喔 冠王IKEA內湖店 整體感覺空間比敦北店大少許多 新的IKEA有提供更完善 和舒適的購物環境 可惜攜帶寵物 沒辦法進去二樓的餐廳用餐 和翼龍的超市財買 只能外帶一樓IKEA美食小站的食物回家享用 買了一隻好吃的乳酪冰淇淋 還有買熱狗寶和雞翅 還有買熱狗寶和雞翅 好吃嗎 這裡還有原味和留言口味 可以自行投幣購買 外面天氣好好喔 對面是山麗蓮素材 這附近還有麥當勞 妹妹在這裡側餅 她可以弄我頭筋耶 對面 太美了 欸 等一下我們走過來嗎 還是還好 她又沒有出來看她怎麼知道好玩 走吧 走吧 回家囉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和開啟小鈴鐺喔